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為什麼 你們在樓下看漫畫 我全都在學畫畫 一直剛聽說話 大概在一年前吧 就是比特幣在 6萬美金左右 那跌到現在剩下 2萬美金 哈囉大家好 我是子晨 在今天的影片要記錄的是 加密貨幣的熊市 我是如何度過的 我的資產縮水的非常多 那我的情緒呢 跟我的能量也降的比較低 這就代表什麼 就代表說 我們投資在這種 波動性比較大的地方 投資的太多了 就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但是呢 我又想說 如果不是這樣子做 怎麼發財 就是如果只靠工作 其實要發財蠻難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都不構成 就是投資的建議 那我們投資呢就是要 自己做功課 為自己的投資負責 比起去年 就是今年 不管是加密貨幣 或者是股票 一些金融商品 都跌的蠻慘的 然後在下跌的時候呢 就是有人會製造恐慌 那也有人就是意念呢 很堅定 信仰非常深 不會受到影響 那我是這樣子 就是我常常在我的 FB 或是 IG 然後包括 YouTube 分享說 我有投資加密貨幣 那我分享的目的是 為了說 還沒了解加密貨幣的朋友 可以因為看到我分享 然後去了解 不會錯過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覺得這是 對台灣來講 還算蠻少人知道 蠻新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去了解 也不一定要投資 就是至少知道 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 那在加密貨幣下跌 非常多的這個過程呢 當然會有些好朋友呢 就會開始來關心我 那這沒有不好 我覺得很好 大家會關心我說 欸子晨 你不是有投資比特幣嗎 最近跌的蠻慘的 有沒有怎麼樣啊 我就會和他說 還好 我用我輸得起的錢去投資 真的請大家不用擔心啊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 那也會有朋友告訴我說 欸子晨 比特幣出事了 我看那個新聞 有人投資比特幣 被騙好幾十萬 這個是一個詐騙的案子 就是加密貨幣是真的 但是有非常多人 利用加密貨幣去騙錢 因為這個東西還比較新 然後大家不知道怎麼買 然後他就騙你說可以投資 以後聽到有人說 天啊來 我幫你買比特幣 我幫你買 鋼藥上的加密貨幣 我也幫你買NFT 這些都是詐騙哦 那我就可以分辨出 這件事情 是比特幣本身的問題嗎 還是有人利用比特幣來做詐騙 在現實生活中 我聽到這些製造恐慌 就是叫我不要碰比特幣的人呢 我都會去問他們是聽到了什麼 或是覺得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是好意 怕我投資輸錢嘛 那我也會去看說 他們是聽到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會去判斷說 誒是比特幣真的出了問題嗎 還是只是有一些害群之嗎 用比特幣做不好的事情 然後當然我也非常感謝這些人 願意和我說 比特幣的壞消息 就是讓我對加密貨幣更認識 然後也更不容易被騙 再來我也要和大家分享信仰很深的朋友 就是我們投資加密貨幣 就會有一些幣圈的朋友 然後我們也會加入一些俱樂部 或是社群 那裡面的朋友呢 就是對加密貨幣都有一定的了解 然後信仰也都比較深 然後也會互相交換一些幣圈的消息 然後分享一些看法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在下跌的過程呢 就是需要靠充值信仰 然後持續關注加密貨幣的消息 跟新聞 就是來掌握說 我現在應該繼續鑽石手 我應該繼續拿著嗎 還是真的出事了 要趕快賣掉 我這一年來就是聽到很多 關於加密貨幣的新聞啊消息 我都是覺得說 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那我就簡單分享幾個 首先呢就是很多的 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一些機構啊 就是都已經開始在佈局加密貨幣 最有名的就是馬斯克嘛 他的偶幣老大 然後他也有比特幣 然後女股神羅伯特親奇 就是富爸爸窮爸爸的作者 然後最近還有一個很火的就是 英國的首相 就是他也是非常支持加密貨幣 那像這些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像這些政治人物 去推行加密貨幣的時候 就是讓加密貨幣出現的非常快 雖然就是會遇到一些 就是這樣法規啊 要監管啊 要怎麼監管加密貨幣 就是推廣上一定會遇到很多問題 但是說這是必經過程啊 然後還會看到說 欸今年有很多的品牌 就是開始去做他們的NFT 然後呢我還有看到就是很多的交易所 就是在熊市的過程喔 就是交易量感覺沒有那麼多 大家沒有熱的過程 很多的交易所還是持續的經營 然後交易所也開始買很多的廣告啊 曝光 然後持續的在佈局 感覺就很好賺 總結一下就是我在持續關注 币圈消息的時候 都覺得說這些消息是 對加密貨幣非常友好的 讓我覺得說加密貨幣的價格 應該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除了這些好消息 這些币圈新聞持續支持我 相信加密貨幣以外呢 我對比特幣覺得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是限量的 就是比特幣它總共最後全部挖出來就是 兩千一百萬顆 那限量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講一個簡單的故事 假設喔假設外星人 他帶了很多的黃金 他們的星球黃金跟石頭一樣 滿地都是 他帶了很多的黃金來到地球買石油回去 然後後來呢地球上就超多黃金了 這個時候的黃金就不會那麼值錢 因為太多了 那這就跟我們的貨幣一樣 就是比特幣是限量的 不會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的法定貨幣 會偷偷的越來越多 就是我賺了錢 我辛苦去修車 我有時候在路邊幫人家換輪胎 我有時候那個地板很髒 車底很髒 我也是爬下去在裡面修車 然後滿臉都是灰塵 那我這麼辛苦賺到的錢 然後換成法定貨幣 然後再通貨膨脹 就是再發錢 再印錢 讓我手上的價值 越來越沒有價值 所以我會選擇說 覺得說比特幣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最近看到一個文章 然後更加強了我對這個限量的信念 就是我最近看追高狗俱樂部 裡面有優勢人生的付費電子報 然後我就看到說這個有錢人呢 就是美國很多有錢人 就會去投資農場跟農地 然後呢 因為他們覺得說農場跟農地是限量的 就是土地是有限的 然後可以種植 可以做農作物 就是有水環境適合的地方又更少 我就覺得說他們很聰明 懂得說農地的數量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未來說不定這個氣候變遷會影響農作物越來越不好 這種人口數量越來越多 地球越來越暖化 我就覺得說這些有錢人真的是很聰明 比起投資農地就是資金可能要比較大一些 加密貨幣我覺得很友好 就是說我只要每個月可能一千塊就可以開始買 或是每個月三千塊我覺得都很好 用你資產的一小部分來買 我都覺得很不錯 最後和大家分享我熊市的時候持有的幣種 在前幾支的影片我和大家說 我的小幣種就是垃圾幣好玩的幣投機的幣 都已經爛得差不多了 那我覺得我有三種是就是部位比較大的 然後信仰也比較深的 第一種就是加密貨幣的老大比特幣 那第二種就是智能合約的老大就是以太幣 然後我還有一種第三種 這個是卡達諾的代幣是ADA 愛達幣 冷靜點喔 大家一定很有意見 為什麼是卡達諾 ADA 大家都說卡達諾不行 大家都說卡達諾產品做得慢 大家都說卡達諾的用戶量太少 我都知道這我都知道 但是以我自己使用上來說 我覺得卡達諾很好用 就是對我來說很友好跟我很麻吉 我用起來是覺得這樣啊 就是卡達諾 介面我覺得很簡單 我就是英文不好也用得很好 然後他交易的速度快 手續費很低 然後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 他目前不會說什麼卡住還是什麼當機 覺得說蠻安全的 那為什麼我會去買卡達諾的ADA呢 因為他是POS 就是他跟ETH最近從POW改成POS一樣 但是呢 ETH要直壓的以太幣要蠻多的 然後卡達諾的ADA是這樣 就是你有一顆兩顆 只要放在你錢包裡面 然後支壓在礦池 就是他有一個池 就是別人開的池 別人在運營的 然後我們只要把我們的幣 可能你只有像我一樣小資族的話呢 你只有一點點也沒關係 就是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參與支壓以後呢 只要我們這個礦池 有被抽到出塊的話呢 就會有獎勵 那每年大約啦 就是看運氣大概是4%到6%這樣子 那他回饋給你的一樣是 卡達諾的代幣ADA 我就可以選擇說我要取出來賣掉 或者是說繼續放回去繼續制壓 那我覺得這樣穩穩的非常好 然後我現在的心情是這樣 就是剛剛說沒有那麼high 但是我也不希望說 加密貨幣馬上的 漲回原本的高點 因為我想要在低點的時候 持續的買進 就拿到錢的時候 買一些些買一些些 因為如果用幣本位來思考的話 我管你比特幣現在 一顆是6萬還是2萬 反正我現在的目標就是要籌到 一顆比特幣嘛 那我現在買 是花比較少的法幣去買比特幣 我現在在相對低點的時候買 反而呢 比較容易收集到一顆比特幣 所以呢我希望這個 在底部的時間可以再長一點 就是讓我們可以繼續買多一點 我不知道最底的底部在哪裡 所以採用定期定額的策略 那今天的影片呢都不構成 就是投資的建議 那我們投資呢就是要 自己做功課 為自己的投資負責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子晨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最近因為能量比較低 超久沒有錄影片 那最近YouTube頻道 也快要來到1萬個Follow了 非常感謝大家支持 大家掰掰 掰掰